有的人,你一辈子都不会见到,有的人,你下辈子也忘不了。 哥,你看,下雪了。 每次下雪,我都忍不住想起大家在一起的日子,还有重阳,端午,大家都很想你。 哥,重阳就要当爸爸了,这两天,咱家正讨论着给他起个名字呢。 重阳说,叫唐月亮,端午说,月亮太俗气,要叫唐聚首。 嫂子又说,叫唐团圆。 你要是在,肯定不会起这么严肃的名字,对吧? 帮我想一个呗,想好了,就托个梦给我。 。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稍等一下。 那么多亲戚朋友外面等着呢,你明说,你行不行。 你们先用胶水,把老爷子的眼睛沾上。 速于嘴巴,可以用人工脱臼的方法。 不行 老爷子受了一辈子罪啊 死了你还让他受罪 不行 行了 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给谁扮孝子呢 你做给谁看呢 我告诉你啊 老爷子为什么死的 你知道吗 就是让人家气死的 我话说话别拿手指着我听着没有 最他妈不是东西就是你 你怎么还说我啊 你不能打架了 什么都还不说了啊 你不能打架了 不信打架 不信 好 科长 这茶有点淡 再给我换杯新的呗 你这么会儿都喝我三杯茶了 不是 你也不上厕所 骆驼呀还是 咱人穷 喝不起好茶呀 这科长请喝茶还不喝个够啊 你也太抠了 我这累死累活干了一个多月 这钱不给 这茶也不给喝啊 你别老说钱不给 钱给 钱一定给你 只不过人家在履账 你要着急 你要不就找他们去 找他们财务 你找他们 我跟他们说不着 我跟你说 我只知道你是我领导 我就从你要钱 再说我这么一小瓶 你让我跨科使的去找他们 跟他们清账去 那你脸往哪放啊 干什么呀这是 这么到时间不给钱 我们科长就这么从他要 我就说你说的 这干嘛 为什么不给钱 履 履 履到什么时候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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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长 我科长 科长 唐师傅 不好了 哪 哪边不好了 就那化妆室那老头 我怎么弄他都口眼不必 我说用胶水和人工脱臼的方法 可是那家属 有的同意 有的不同意 说到说着就打起来了 这化妆室可热闹了 科长 我是觉得吧 现在只有请唐师傅去一趟 这事儿谁也控制不了啊 小唐 快快快 都没了吗 别 别 别吸热了 吸热 行了 行了 等 等 行了 行了 好 口眼不必啊 那争着嘛 就这么推出去就行 那去 推 推 推出去 门口等会儿 好 俗话说 旧场如旧火 客长 俗话说 飞鸟进凉工藏 狡兔死 走狗碰 我还不趁着这时候 你用我的时候 我拿一把 是不是 给个同学话 这钱 给还是不给 我一直觉着你挺忠厚老实的 我没想到你乌来起来 你这么有经验 这什么叫耍起 乌来这么有经 这叫谈判技巧 我拿我的钱先给你垫上 你去一趟行不行 那钱呢 这是我的两千五 我还没动呢 没事啊 不是你拿了钱去不去 这话说的 这是我本职工作了 这是我本职工作了 这是我的两千五 谢谢 你给我换杯心头 我着想就回来 你真是骆驼啊 瞧你 我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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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吵完呢 还没吵完呢 吵多长时间了 接着吵 有的是时间 没事 吵 吵不完 就拿遗体告别时间吵 让老头 睁着眼睛看着你们吵 再吵不完 就到那个火化炉门口吵 兴许老头在里面 能听得见你们吵 吵了 不是 你是谁啊 我不是谁 我就这里面一化妆师 你少在这儿胡咧咧 这事还不是你们搞出来的 你要是有本事 你就想办法让我爹 把眼睛闭上 你还是在这儿说风来话呢 他们说没办法 你听我说没办法了吗 怎么着 你们还想用那胶水 把老爷子眼睛给沾上 那种活太没技术含量 我就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是想接着吵呢 还是想让老爷子把眼睛闭了呢 不吵了 让他把眼睛闭上 行 我就再信你一次 信我一次 信你一次 你也信我一次 信 那就走 出去 赶紧走 让老爷子清静一会儿 大家先离开一下啊 走 走吧走吧 到外面去等啊 走吧走吧走吧 走 你也出去 五十几了 有六十吗 跟我聊两句 我知道 我听得见 不省心吧 看出来了 那俩儿子 我刚才看见了 够呛 这活的时候不省心 他死了 也觉得委屈 可委屈也没办法了 这就叫日子 你觉得委屈 还有觉得 比你更委屈的呢 听我的 安安静静地走 安安静静地离开 行不行 把眼睛闭上 洗车指数 未来四天 人事没有降水天气 主要是风力有时比较大 洗车之后呢 可能会有一些陈主 落在车上 做一些陈主 哎 赶紧把车开走啊 这儿不让停车 哎我可告你了啊 一会儿警察来 哎 拿交警来押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交警不来还没事 交警一来 我准知道是你给招来的 到时候罚店恐怖所谓 关键是我得找你报销 反正最近我也没什么事 我这一个礼拜 拿你当工作干你行不行 对 你怎么才来啊 人那边就等着呢 这临街的铺子不好找你 又不是不知道 赶上车 那那那什么 这这个 那个这这事出了点叉子 什么叉子 我妈不给钱 我妈不给钱 孙子 你玩我 不是哥 那我也不知道 我妈怎么就把那钱捂这么紧呢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 我都跟人说好了 那什么哥 要不你先向向哲 把钱先垫上 我出钱 我出力 我去懒活 大厨上一会儿给你开工资 你跑我这儿收保护费来 我不是这意思哥 人别人家都养个猫儿养个狗 我这儿养一大爷 你别 你别 你别这么说呀哥 大 来 哥 给您 这是这个月的钱 您收着 中秋啊 这都十几年了 自打你工作开始 每个月开支 是 芳姨 您这话每次都说 没事 收好 收好 这钱 也是你从嘴上省下来的 没有 这是给阿姨的救命钱 你知道 是吗 阿姨一生都没有了 就这么一个闺女 等我有了那一天 我还许是她在旁边哭一撒 庞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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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意思我明白 您放心 好不好 我叫您放心 您就放心 我们三兄弟失散的事您也知道 这个妹妹虽然是半段捡来的 不是亲生的 但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当中 我唯一一个知道下落的 您说要是我不想认 那胡说 但是我今天我向您发誓 只要您庞姨健在 我绝不打这个主意 周秋 你说 阿姨刚才说这话 你是不是觉得阿姨太自私了 没有 庞姨 要说自私 是我自私 当年您也知道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 要被送走 来了一对夫妇 当时看上的是庞姨 是我自私 我觉得人家条件好 做生意的 我就想把我那个三弟弟 送给他们 庞姨 要不是您愿意收留庞姨 这丫头 她说不定她活不到现在 当时你她是个孩子呢 可现在不一样了 你说 这个妹妹 天天在你的眼皮底下 你能忍住不认吗 庞姨 您放心好不好 我跟您说 就是庞希的事 还有我两个弟弟的事 除了我爸我妈我 还有您知道 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连我媳妇都没告诉你 别担心了 好不好 放心好不好 庞姨 喂 媳妇 你干嘛呢 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 我我我我这 骑车呢 在路上骑车的 没听见 骑车 你下班了 对啊 你你你 我在骑车回家 下班了 你听不出来吗 少来吧你 你说吧 鬼鬼祟祟 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坏事呢 今天是好日子 老天爷有眼 去世人不多 赶紧回家等我 有事啊 好 好 哈别无尊 哈佛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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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看我妈呀 是 我这没什么事 得过来看看 你怎么样 最近功课忙过 还行 我正在申请专生本 也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下来 哦 那是好事 多读一些书 总是有好处的 我看好你 一定行的 哈佛梁 哈佛梁 你怎么 每次来我都不在呀 你是不是专挑 我不在的时候来的 这孩子说什么话 我这碰巧了嘛 怎么会故意躲着你啊 跟你闹着玩了 那我先回去了 我妈等着我呢 回吧 啊 回来了 回来了 还回来呢 怎么了 今儿太阳从哪边出来的 天边出来的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就说在路上了 怎么到现在才到家呢 这不去买菜了嘛 而且还买了不少 没想到你把饭做好了 先放地上 明天再睡 这怎么感觉不太对呢 这不有成事要跟我说呀 这好吃好喝的 先喝两口再说 猪头肉啊 好久没吃了 特意给你留的 人家要买我还没卖它呢 媳妇 怎么回事 快说 这不太正常 别吓唬我啊 是这样 那个 我哥他老丈人 明天要过七十大寿 我的意思咱们去看看呗 你哥那老丈人 就是以前当大官那个 对对对 那么很久没来往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他拜寿了 他把我们娘家的所有亲戚都请去了 你说咱好意思不去吗 是吧 那你娘家那些亲戚 乐意见我吗 那有什么不乐意的 你磨磨叽叽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你不去你得吃 吃不吃 我去我去 拿个猪头肉威胁我 快点吃啊 吃完了咱们出去逛一圈 顺道给老售仙买点东西 还买东西啊 那能空手去啊 妈 妈 你妈买菜下来不在 这次摆了 干嘛呢 能干啥啊 借钱开店 借钱 借钱借钱 我说你总说个戒指 你还我嘛你啊 你那小子就忒没出去 上回你说你去做什么 服装成一队 带你女的出去 愣混了一个月 回来蹦子没有了 还有一回吧 说做什么生意来着 赶上世界杯了吧 输得起来哗啦的 难怪你妈不借你钱 我这这都过去时了吧 你你怎么就老爱翻旧账呢 我我我这次是真要创业吧 我跟我一个哥们开一个修车行 人找好设备都都定了 就差钱了 爸要不你你帮我跟我妈说说去 我跟你妈说什么 你不知道啊 我又不管钱这家 我知道您不管钱那你帮我 我还不如我那帮我 我不去 我不听你妈在那儿瞎唠狗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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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 这就是金鸣子不错啊 那还用说啊 告诉你这 就你爸养的虫 在咱门口这一带 你爸说是第二 没有人敢说是第一 嘿嘿嘿 就就跟我一块开店这哥们吧 山东弄不好 你好玩丑 没事吧 哎 要要要不等秋天 我让让他给你弄弄 弄几只山东区区 哎 山东这区区那可是一等一的啊 你能不能让你那朋友给你多弄两尘啊 帮我试试 哎 哎 哎 爸 不不过咱 话说回来啊 哎 我这店要是开不起来呢 那我我也 没没法跟我那哥们说去去去去 哎 没没脸 干这儿当着我呢 啊 哎 臭小子 行 行 我也豁度去啊 我再跟你妈呀 上来上来啊 嗯 不过丑话说前面啊 成不成的别怨我 得嘞 这好像是个兽头 上面还拍个小虫子 哎 服务员 哎 你好 你好 那个这上面怎么还拍个小虫子啊 你给我拿出来看看行吗 好的 那是蝙蝠 代表服务兽 哎 这鱼衣不错 挺漂亮的 看着还不错啊 多少钱 七千二 怎么样 挺好 贵不贵啊 七千二 对啊 小点吧 它这个就是是是是是空的是吧 对啊 就是外面这一层是吧 对啊 我觉得有点贵 你这个要是实的 买了吧 开票 好的 包装得漂亮一点啊 我要送人的 好啊知道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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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这媳妇儿 花七千多 买这么个玩意儿 我真是觉得不值 哎呀 你已经唠叨一路了啊 别唠叨了 你反应 有什么不值的 人家老爷子可是正举及干嘛 这是我的姑娘又是做生意的 神没见过 我还觉得咱买的有点小了 齐儿 咱能不那么虚荣吗 人家是有钱 那咱也犯不着砸锅卖铁 也去晚上身上凑对不对 别到时候弄个热脸贴着冷屁 哎呀 你有完没完了你 你嚷什么呀 生意大能代表一切吗 我告诉你啊 你你别跟我没完没了的 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我自从嫁给你 我们家的这些亲戚 哪个不躲着你走 你自己说一说 真是的 我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 帮你为关系 你可倒好 横跳鼻子数条眼的 我就奇了怪了 他们干嘛躲着我呀 就因为我是殡仪馆的化妆师 那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我不也这样吗 后来你不是也嫁给我了吗 你当初跟我说你是干嘛的来的 你还好意思讲你 你当初跟我说你是搞艺术的 你哪点想搞艺术的 我还真信了 我想我向往了一辈子艺术 终于找到了一个搞艺术的 把我乐了 后来越看越不对 媳妇 其实你没说错 我算是搞艺术的 行为艺术的 可怜 妈 我我跟您说我这次干的是正事 你哪次不说你干的是正事 不是妈 这这这这事挺靠谱的 喂 中秋 我忙去吧 不用回来 有时间回来看看就行了 中秋啊 要是你弟弟黑皮 再管你要钱 你不能给他啊 听见没有 你给他我就跟你急 没事儿 没事儿没事儿 好好好 挂了啊 好 妈 你你你你你你你至于这样吗 我我我是你亲生儿子 你怎么胳膊肉 你总好外拐呢 什么向里向外的呀 你们哥俩谁懂事儿 谁孝顺 我就向着谁 他他又不是亲生呢 什么亲生不亲生的 总说这话 行了 天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老娘没钱让你祸 要到我养老钱 您咋知道心疼老的呀 你干什么呢你 睡觉 睡觉 这是登记礼品的地儿吧 来 请礼品送啊 那大姑 这有日子没见了 是是是 没了好几年了 这必须是小名字吧 姑爷 姑爷 您过来一趟 来来来来 好 我不想在这给您吵架 快 快 这门口怎么回事儿呀 您和那个温神怎么来了 他们怎么来了 我哪知道 也不是我请他们来的 没请他就自个儿来了 这脸皮也真够厚的 怎么说话呢 那毕竟她是我妹 是我妹妹回去吧 你现在就换他们走 这不太合适吧 你看人来也来了 人还送了厚礼 你现在叫上走 这不合情理呀 行 可我把话说在头里了 如果今天有什么差池 我可跟你们玩 好 尊敬的各位嘉宾 各位领导 各位亲朋好友 于德水先生七十八岁寿宴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抓紧时间入席 现在可以吃了吧 现在我宣布 寿宴正式开始 首先 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和欢呼声 以及你们的呐喊声 祝愿我们的老寿星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万寿无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陪着你们一个一个地 给大家敬酒 好不好 好 那么掌声欢迎老寿星 给大家敬酒 你不请我一次 怎么了 哪有长辈先给晚辈敬酒 想说什么吃都堵住你嘴 来来来来 吃吃吃 可以吃了 来 给我们喝的 喝吧 喝吧 不管你啊 自己喝吧 行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去敬酒 我收下一杯敬酒呢 人家挨桌敬酒呢 一会儿就到这儿了 你别着急 哪有长辈先给晚辈请酒呢 咱们是满辈的 咱们应该下来的 咱们应该下来的 老寿星 我能敬您一杯酒吗 你是 我是 您女儿的 丈夫的 妹妹的丈夫 我叫唐中秋 听说过 听说过 那 那您您稍等一下 跟您握手 我得把手擦干净了 我在殡仪馆工作 有规矩跟人握手 怕人嫌弃 在殡仪馆做什么工作 我是化妆师 化妆师 好 老爷子 那我敬您一杯 可以 但是您得说出一个 让我喝酒的理由 好 那不瞒您说 这茅台酒我都会喝 托您的福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理由 算算 怎么胡说 都是亲戚 实话实说 就是说点实话 我就喜欢这孩子 这个实成劲 对 您真好 老爷子 我跟您喝酒很爽 咱再走一个 走 中秋啊 来 坐下 坐下 快坐下 坐下 中秋啊 等我百年之后啊 你来给我化妆 对了 还有你 也请你 给我当司仪 还有你 这这这这 这大喜的日子 你说什么 老爷子 您看您身体这么好 还能再活一百岁 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我可不敢的 人生七十古来西呀 我现在已经很满足了 中秋 你爸 是见惯了生死 看得比他们都通透 你应该懂得 像活到我这把年纪的人呢 那也就没什么可忌讳的 是吧 没错 没错 对了 不过您可记住 到时候 千万给我画得好看一点哦 您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到时候我一定把您画得漂漂亮亮的 送您走的时候 一定要让您 硬硬实实 来呀 真 来呀 老爷子 我是没想到 我是这么长时间 今天给您助寿 没想到 真的很高兴 高兴 来 走 还喝啊 刚才您这一番话 听得我这心里头 老爷子 咱再喝一个 喝啊 喝啊 来 干 再干 来 等我了 对 等就等呗 我就爱跟中秋喝 我们有几分 来 来 来 好好好 再喝 好 慢 慢点啊 这真是 慢点 来 忽伦 快点 走 快点 你看我 你看你 看看 温身显零了吧 唐人成 道信然 ahu你该把我把我搞熏的 今天爸如果有三人聊短 我可跟你没完 你等着爸 你就不等着爸 我说老爷子 我还真不知道该跟你聊点什么 我只能说 您真牛 真会挑日子 我听说您活的时候就很幽默 爱开玩笑 可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您倒好 躺下了 安静了 您把我放杠上了 这转眼就要开花了 行啊 不过 您这种走法 很有福气 干脆 利索 不痛苦 行 最后 我再给您按按摩 行 吃饭了 来 我们吃 我给你做的西红柿打补面 趁热吃 啊 我气饱了 气什么气啊 有什么可气的 要说气也是你自个儿掌握的 我跟你说了别去别去 偏要过去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 我在外面受气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温神 你看您也这么说我 那没有的事也信啊 我原来不信 但是我现在不得不信 你说这些年发生的这些事 咱俩结婚没几年 我妈就为了给你买菜做饭 被车给撞了 这说没就没了人 你给我妈化的妆 这 这又没过两年 你陪我爸去检查身体 这怎么就查出个该晚期来 莫名其妙的 你又给我爸化妆 现在你又把老寿静给化死了 你说你让我怎么不信 真是 我就应该躲得你远远的 那你干嘛不躲得远远的 干嘛还替我跟人家吵架 我不是你媳妇吗 当着外人面 我不向着你 我向着谁去 对呀 还是媳妇吧 深明大义 最靠得住的就是枕边人 你别拿嘴填糊我 真是 你以后对我好点啊 我现在家里人都被我得罪光了 就剩你了 行行 我知道我知道 快快趁热吃 就说说就完了 你得红我 行 我红 我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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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快吃 你这就要红啊 你得有点 你比如说带我去 散散心度假旅游 旅游 你想去哪啊 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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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胡老远 那挺贵吧 这 口口声声说对我好 现在让你花点钱 这么费劲 行 就去三亚 明天我就去旅游社报名 好吧 来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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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啊 哪弄这么多游泳衣啊 买的呗 咱不是要去海南吗 我就买了几件 好看吧 丁事实上说 刚买回来的衣服得洗一洗 要不然对身体不好 你的 当你也买了 怎么样 旅游社去了吧 去了 定了吗 定了 行 走吧 你过来坐坐坐 什么时候走 行 你坐下来 行 上来去哪个酒店啊 媳妇 咱不去海南了 为什么呀 你听我说 你坐下坐下坐下 我去了这个旅游社 我打听了一下 海南啊 现在是国际旅游岛 飞机票 住的地方都特别特别贵 而且去的人还挺多 人山人海的 你当的根本就看不见什么 你都答应过我的 我知道 那关键是不在乎去哪儿 关键是我们俩一块去 对不对 得了吧你 我不管 那这些游泳衣怎么办 那没关系 用得着啊 用得着什么用得着 我不管 反正我得去带水的地方 大连 青岛 你选一个吧 哪儿都行 有水没问题啊 小溪山 小溪山温泉度假村 大折 买两天送一天 花两天的钱 咱可以玩三天 而且还劲 飞机票还省了 坐汽车就过去了 划算 真行啊你 大三副天的 你让咱们去泡温泉去 怎么想的你 媳妇 这你可就不懂了 就这一天去泡 我跟你讲 出汗对皮肤好 而且还可以 加快那个 循环 那个 内分泌 那个那个 新的耐泻上 那你这些游泳衣 你给我退上去 退什么呀 那泡温泉也得穿游泳衣 你以为都光 光着泡 你得了吗 我不跟你说了 绿色鬼 小气鬼 要泡 你自己去泡吧 媳妇 我说这回这事啊 你就担心了 我看这事挺靠谱的 靠谱啊 他哪次要钱 你不说靠谱啊 结果呢 我说啊 这么大一孩子 天天在家闲着没事干 能行吗 我让他在家闲着呀 你踏踏实实到外地 找工作呀 坐在家里 想发横财呀 你不知道啊 这种事我都知道 现在这工作好找吗 尤其是找个 稳定的工作 我跟你说 这稳定工作咱 原来有啊 不是让那唐中秋干了吗 早知这样啊 还不如啊 我亲儿子去呢 老编 你说话讲点良心啊 就你的工作 也就中秋接着干 把黑皮当时 弄点小孩子 你让那么点小孩子 给死人化妆啊 现实嘛 反正我跟你说呀 以后你说话 注意点啊 这亲的 输的 你把它分清楚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别亲生亲生的 说话伤人知道吗 要是黑皮有中秋一半 那么踏实 那么孝顺 要什么我给什么 可他行吗 可是他 他总不能总在家里闲着吧 潮水运个货 不行当个保安 怎么都能挣点钱 你别老惯着他啊 要依着他 咱俩这点退休金 都得让他糟蹋了 你这 你要管吗 你要管 我就让你管 我还不管你们爷俩人呢 让你们俩自生自灭去 少喝点啊 少喝点 不喝酒 能 能干吗 好好的一桩生意 黄了 明儿我还 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我那哥们呢 这兄弟 做不成了我 你 你 你这山东区区 也甭想 你怪谁啊 谁让你钱做事不扣 咱 咱不提以前行吗 爸爸 我就不明白了 怎么我哥说什么在我妈那都 都是好的 我 我说什么都不行 我俩到底谁是亲生的 我也在研究这件事呢 我问你啊 你是 做个什么生意啊 开修车店 修什么车子 汽车呗 汽 汽车 你 你知道咱 咱全市有多少人汽车呗 说 说出来吓 吓死你吧 两 两百二十万辆 这还不算公家车 那么多啊 你以为 中国车市这 人 火 要不你看外边能 能 能堵成那样 什么线号啊 什么线盘 不过话说回来啊 爸 这 这 线归线 堵归堵 对于我们这些有致青年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赚钱时机 你明白 八八八 我算过一笔账 一辆车 一年下来 保养 美容 什么维修 最少 五千块钱 咱们这种小店 你 要是大修个发动机什么 和 和四十万辆比不了 但是单 你说说换个轮胎 添个机油什么的 那相当有价格 价格竞争力 那你要有的就门脸房 你 你什么时候能开始营业 一个星期 开门营业 要说拿出钱来吧 你爸没有 我没准啊 能给你找一个门脸房 还 哪有房呢 我没准啊 能给你找一个不要钱的门脸房 你跟陈 还想多少度啊 四五十度 五六十度 五六七十度 刚开始吓一声没觉得那么热 就觉得流汗 热天 泡温泉 那这儿媳妇真是奇怪 这怎么说中暑就中暑了呢 大热天泡温泉 不中暑才怪 我这儿想的挺好的 这冲出汗对身体挺有好处 你省钱啊你 你怎么了 媳妇 我眼睛是不是花了 我看看 那是咱家不 是啊 那怎么强热给咱家呢